我是不明鹿 老闆帮你顾 大家好 我是专报雷老闆 欢迎收看丛林报报 上个礼拜5月10号呢 营收已经全部公告了 所以呢 同学 这个礼拜我的会员会拿到雷老闆 都整理好的营收资料哦 所以如果是我会员没有拿到的 记得要来赖我的 那个LINE AT 好不好 那我们今天的重点是什么 今天5月13号 涨幅破两层 恭喜会员快乐出航 哇 今天很多人 跟随雷老闆 当会员这段时间 我们乘坐阳明这一台船 还是乘坐散装航运这一些 很像海盗船 为什么 因为今天涨停附近开关开关的扬明 有没有 还没上船了怎么办 雷老闆等下跟你讲 另外是涨太多是最大的利空吗 最近为什么重点回挡这么凶呢 雷老闆怎么做呢 今天的节目一样会跟你说 我们广告一下 马上回来 同学今天几个重点 第一个大盘创高 OTC翻黑 怎么会这样 第二个 扬明呢 在涨停附近开关开关的 运价还在继续涨 后来我们怎么做 第三个重点 营键 盘月线 我一直跟你讲 营键到月线的时候 必须像一个像样的止跌 老板上个礼拜都讲 可以去看 第五个 重点 跌破平台区间 哇 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 好 等一下呢 雷老板会全盘的来解释 今天可能会花稍微多一点时间 希望我能把时间控制好 好不好 那首先还是很开心 哇 这个 那一天啊 有一个会员 雷老板有一个会员 他是医生 对 那他那一天呢 这一次呢 我买国泰的房子 他帮了我很多忙 对 因为你也知道 国泰有医生团在专门在买嘛 那另外更重要的是呢 他还有投资咖啡厅 他这一次就拿这个咖啡来给我喝 所以我觉得很特别啦 那也很感谢这一个 超级VIP粉丝哦 这个医生重磅 他支持我很多 从我雷老板一开始的时候 他是我好朋友 他就一直支持我到现在 你看还有白玉葡桃的什么处理 我对手冲咖啡不是那么了解 但是我那天一喝我就知道 啊 非常的不一样 那今天还是一样 感谢会员又送我那个大名 这个是酪梨奶盖乌龙 哇 这个等一下节目先不要喝 会那个 那个这一次国泰那个体脂有比较高 但是我去健身的时候 用健身房的量 又没有那么高 好不好 我相信健身房的 我现在是体脂18.5 我不相信国泰医院的 国泰医院说我体脂25 我怎么看都没有25好不好 而且我可以礼拜有运动2到3次 讲到这个对不对 你们很想听重点对不对 还要再插花一下 我这礼拜健身啊 然后就我在那边拉伸到一半 然后转过头就有一个很漂亮的小姐姐 她就跟我说了 那个雷老板你好 我就说怎么被认出来了 然后她说看到我的手势啊 所以你看我们不能做坏事 我们这个蓝色的VCA的手势 永远都是出外的唯一认证 在台湾没有拉伯朗卷史 所以会带的只有雷老板 因为一般的人都带黑色的 好今天几个重点 我跟大家讲一下 今天是垃圾盘啊同学 今天是垃圾盘 不然你看哦 台积电涨这么好耶 它的设备竟然没涨 就只剩下台积电在涨 以往垃圾盘的时候 台积电的设备相关股 概念股还会涨 所以这个盘一样不好做 今天大盘创高 是创一个假象而已哦同学 很多人今天还是赚不太到钱的哦 海运你敢追吗 我先问你嘛 对不对 我等一下放Boss Time给你看哦 导播帮我准备一下哦 我先给你看一下 我等一下那个Boss Time 我是怎么讲的 然后呢看完回来 我们再来继续看大盘跟OTC 我怎么解读好不好 雷老板 你很多人先来问海运要不要上 但是呢我什么时候就跟你说 我们注意到海运了 来导播我们Boss Time放一下 那货柜贵雷老板开始 有看一些货柜哦 那个雷老板看什么 会员今天有开始布局了哦 而且我们使用的是盘中低阶哦 先帮会员省下来 如果你开盘接的话就不太漂亮哦 所以货柜还是天空飞的 雷老板就开始布局了 那最近运价确实有在涨 确实最近航空航运的利多不少 那到底要怎么做 来跟着雷老板的会员做 那如果你有兴趣 你来叫我的会员 我们可以一起来做 我觉得很多啊 航运还是航空 这一波的盈亏比是非常好的 为什么因为都是突破了最近四五个月的区间 这时候来做罗罗罗做成功 会有一波不断不错的涨幅 会有点类似雷老板看重店看迎进这样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 欢迎加入Lite好不好 好那原泰呢 原泰因为 为什么雷老板 你为什么不一开盘就挂罪 他冲上去跟着追 为什么同学 为什么雷老板不要 这个可以运用在任何的股票上面 为什么你先想一下 我喝口水 因为现在大盘在几点 今天大盘是20700点 同学今天大盘是20700点 如果今天大盘在20700点 外资已经买得跟上次一样高了 那我就会更担心 但现在外资至少还没有买得像上次一样高 就是外资他前一阵怎么卖超 他慢慢买回 好那我要回答你就是说 今天如果行情只是刚反弹 我觉得偏差是2万点左右 他一开高 我觉得很多股票 很多类股都还没有涨很多 那我挑中了散众行业这个类股 我敢追5%以上 但今天没有的话 我一看他一开高 开6% 7% 我算了 就算他符合我的三刀流 20700点 我又不是没有其他股票 我又不是说手上水位不足 我的资金水位目前是足够的 我要买他我也要换股 对不对 好所以你要买怎么做 我就挂2到3%的地方 这就是我今天能接受的 但盘中 当他一瞬间打开 又打开之后 而且是一下子刹30% 又勾起来又失败 其实我那时候想要再往下挂的 我跟神之手在讨论 那后来为什么我没有 我觉得 如果我真的认为今天的行情 跟长龙航一样 闪装航运是会喷一段的 我认为今天我要的是 我尽可能可以接到 所以我再去低刮 1到2%也没什么意义 而且手脚要够快 我怕我抠讯如果又发出去 很多人看到又回来 又买不到更低的价位 所以我就没有改了 好 所以以至于收盘的时候 离我的根本 所以同学 如果你早一点看我的直播 或者是早一点 加入老板的会员 时间最贵 我还一直在讲的 还是你有上过我每一次的课程 我就会点出一些未来 你可以看的 包括我们很早就在讲了 3月就在讲的银件 去年11月就已经提醒过你了 好 那今天是一个垃圾盘 垃圾盘今天最强的 还是排面上的海运 为什么 因为海运它有一个基本面的支撑 那我们来看一下三大法人来讲的话 我当初都是用一刀流嘛 所以不管是扬名 不管是闪装航运 但是呢 现在的报价就是扬名还强过于闪装 以目前来讲的话 就是大家喜欢的程度上来讲 好 那我跟你讲 现在目前来看投信跟外资 这两个最重大的法人 买在上个礼拜我都还在买 融资 来 我当初就跟你说了 这个是阻力支 这里进了才会是阻力支 这里又再度进来一次 再度引发第二次攻击 所以目前都还是阻力支 好 那同学你问你老板 老板你一进来到现在 阳明也20几%了 那你会怎么做 同学在五月这么震荡的盘 如果你想要练自己的心态 想要抱住整个持股 好 比如说我最近 我等一下会讲到 我重电就调节了 那我重电调节了 我靠什么来补 我靠阳明跟散庄来补 同学 我一再跟你强调 你在不好的时候 你要靠的是投资组合 而不是单压单挡大的 好不好 我等一下一定会讲到重电 因为为什么 重电今天是一个 非常好的教材 那阳明跟散庄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教材 那你们问我什么时候 走很抱歉 节目上我不能直接带进出 我只能跟你说 只要报价稍有停滞 或者是说三大法人转卖 又或者是说报仇率到达雷老板当初心中所想的 我觉得我就会做一个适当的调节了 那至于是多少呢 因为我不能直接在节目上讲价位 所以我不能跟你讲 那我们就会员同学就好好的跟着雷老板就好了 跟着我就是这个好处嘛 至少 同学四五月真的一堆人跌爆了 我问你去抄底设备股的人 这两天又完蛋了 以为台积电会很好 不敢买台积电跑去买其他的 今天也重伤了 所以这个牌已经变成台积电已经把大盘拉到创高 你买台积电的周边还不一定赚钱哦 对不对 那像今天很多人去抄底创意试心嘛 短暂来讲一天是可能是不错的 那确实也跌了50%了 如果创意试心他们这些股票不先止跌 确实市场上也是蛮危险的 我们来看一下3443的创意试心 来3443的创意嘛 那3661呢 今天那个创意有止跌嘛 但是你看他打到巨线就下来了 世新还没止跌 同学世新还没止跌哦 世新的营收开的都不错哦 但是他都还没有止跌哦 所以同学 有人看 上礼拜有人说 雷老板你那个日报提到人率集团 没有错 我有在看 而且他最近也有跟三洋有关 因为他是三洋的大股东 好 那这一些呢 我都看在前面的没有错 那我要跟大家讲是 如果你有日报 还是你是我的会员 我们很多东西我们提早布局 才不会像今天 杨敏在开开关关的 其实我盘中我没有在离什么杨敏开开关关的 我讲真的 我在找新的提材布局了 假设杨敏今天锁不住 我都已经破例两层了嘛 我就粗一点嘛 希望他不要跟寒色一样快好不好 寒色那真的太快了 我也没有办法 所以同学 寒色一下子上去两层 然后一下子又跌下来两层 我的做法会有我的弱点存在 这个我必须跟大家讲的好不好 所以同学 你要跟着雷老板一样 要怎么样 我们要慢慢的打怪来升级 遇到越多种做法 下一次我就知道了嘛 寒色这种像是你长这么快 又是银件比较后面的 我可能怎么样 就会不要等那么久了 就是有时候 真的的补跌会出现在这时候 为什么 因为整个银件指数在往下跌嘛 在这前两天的过程中 等一下会开给你看 好所以今天你一定很想要听银件跟重点 好所以我先把海运讲完 那海运呢 我看留言有人问我 某一档股票是属于什么 一刀流二刀流 我在这里跟大家宣布 以后你要问我是不是一刀流的 你就去看刚刚那两段 一刀流怎么抓到杨敏的 怎么抓到长龙航空的 怎么抓到闪装航运的 都给你了 那时候都是一刀流刚开始而已 后面会怎么样不知道 但是这是一个赔率的赌局 我们要长期不停的去做 才会怎么样 我们才越做越熟悉嘛 投资是很孤独的 你看完这么多东西 你只能自己做 所以我们只能怎样 我们只能我独自升级嘛 对不对 我整个周末都在追这一句 好抱歉 Arise 我独自升级 非常好看 不知道是什么 Netflix的动画 不好意思 雷老板是那个中二混贩的 就很喜欢看这些RPG的卡通 好那正要呢 还是有人问啊 那正要雷老板已经先出了的部分 是因为我觉得那个营收 在涨之前大家都已经知道他会很好了 虽然说投信还在买我觉得不错 但我觉得他如果有整理回来 其他比较长期的均线我可以再看 因为我不太认为他回来到这里 但应该会有其他的点位可以让我们来买 但是有另外一档呢 跟他有一点点类似的3141的金红 这个我就会有一点兴趣了 OK好不好 那带一下就好了 但是我这里已经有先给你带到啰 好那接下很多人问问老板 营键怎么看 来营键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营键上市柜 我今天会边回答一些问题 边把留言区的问题解决掉 所以同学你要看哦 有时候我问题不一定会留在最后才回答 我是过程中我看到好教材 就像刚刚有人问我什么是不是一刀流 什么是不是二刀流 我头座都跟你讲啊好不好 好 营来 这个你去看了老板上礼拜讲的 在这里的时候我就跟你说 这一段营键都不把时日线当一回事 你从个股来看就知道了 所以我那时候认为营键要找支撑 约摸要到月线的附近 好所以呢 今天找盘营键来打月线之后呢 开始很多股票 来营键今天指数已经有打到月线了哦 好那这里是 我觉得应该是很多人会愿意回头看营键的 为什么因为一档营键大概都修正了15%到20%左右了 好那同学你会问老板 那在这个时期你要怎么太落换墙 来同学你这里看到的是大部分是营键的 一些光光你不要理他 你如果来今天长虹涨了6%多了哦 那连上滑顾好不好这一些 那大洋是可能比较偏资产股 明轩啊明轩的营键开的还不错 好 你可以做怎么调解 最近呢 营键你可以做的一种调解 假设你认为你获利够了 那你熬了这么多天就像明轩好了 那你等到他一个营键开出来不错 你很怕他像连上发一样 你很怕他像秦美一样啊 拉一下开高就没了 你说这个时候你要调 OK 这是一种做法 虽然说前面已经回档不少了 但是呢 你认为你有一个进出场的事件 纪律这个你要调 OK 这早上我也是在教我内部的研究部 我说如果在操作上 这你要调OK 你可以不管他前面跌多少 因为我有一个事件 我有一个营收事件 我知道他营收会开得很好 另外呢 什么你可以换 这个月开出来 营收还是没有动的 我还真的算不出来 就算他合约负债一直在涨 但是呢 他就已经快到成本附近了 因为营键这一波再跌也很快 我又不想要每一档都跟寒色一样上去又下来 我可以手上还是会有一些营件 但是呢 我害怕说 会不会营件全部获利回吐 同学这段真的很难做 一堆其他的股票 不是获利回吐而已 一堆其他的股票是在破底 你要相信雷老板 好 这个时候你可以去调 像我今天就有调一档 他就是符合 像我会议同学 你去看 我们只有小段他没有错 过程他也是涨了两成三成 但他在回的时候 回得比人家快 那没有办法嘛 那你一定要去控制一个你舒服 为什么 因为呢 我们现在跟前面手上没有营件的人不一样 手上没有营件的人 看到营件点为月线 他会去想减哦 但是呢 如果手上已经有营件 而且已经看到获利回吐了 大概三分之一或者二分之一的人 他会难受嘛 那难受今天要找一个事件嘛 本来打到营件月线想说谈更多嘛 好 没有谈 营收又公布完了 机报又快公布完了 好像没有什么利多可以马上加持了 你觉得你心理难受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调一档就是 这个月开出来营收还是没有出来 好不好 这是一个操盘上的心理控制 我用你说了 操盘是EQ 不一定是IQ哦 同学要记得这句话 很多人来问来老板都说 要不然我去上你的课 会不会我不够聪明 我数学不好 同学 你要的是生活上扎扎实实的历练 绝对不是你多会算维基分 你多会算统计学 OK 那是城市交易另外一块 如果你要做好投资 你的实战 你的经历 你的人生 你的哲学 你对人相处的这些哲学 我认为用在投资上 绝对有帮助 不然你去看巴菲特的书 你去看查理蒙格的书 他们都是在跟你讲这些 你去看世界上最强 避险基金 达里欧的书 他们都不是在那里 跟你教你算盈亏比 他们在那里 跟你教你是心态的东西 所以心态在高手的手中 是最重要 你心态崩了 你什么股票都抱不住 所以一再的人问我 这里哪里 扶不回一刀流 扶不回二刀流 你一刀流 二刀流 三刀流 没有来上过我的课 没有把心态给固定好起来 你几刀流都没有用 我给你16刀流 给你16个面向 你也是没有用的 所以银剑今天达到了一个 银剑的指数的月线 结果很多先前跌的就开始了 比如说像今天比较重要的 我观察指标 贯德可惜了一点 贯德今天还是小黑 盘中他一度想要认真 南港秦美 我有在观察了 心复发这些 有没有 明轩 这个都是我有在看的 华顾 连上 长虹 这些开始起来了 好 那今天银剑跌最多的是谁 就要赶快抓出来 就韩色 为什么 韩色的月营收开出来不好 其他的营键开得好 营收开得好 相对的都 最近都要面临回答了 你虽然是光光没有错 但是你持有爱三零 你持有代销的爱三零 你的营收开出来还好 你会被波及到 虽然说爱三零的营收 不干你的事 但是你会被波及到 因为大家会期待你的营收 会是更好的 但是今天我觉得 真的不到超好 也应该要跌停 结果没有 我们就来看 接下来如果营键跟光光 假设有反弹的话 有没有机会带痛 因为他毕竟在我的成本附近 我还有一点机会 以往我会尽量让他不赔钱 但这一次真的太快了 因为一开盘 李老板 这一档 本来赚很多了 一开盘没办法就在这里 没有关系 同学 这个量 就算叫大家一开盘出 也出不了那么多 所以我会期望 接下来的营键能不能打到月线 做一个合理的反弹 你唯一要担心的 就是大盘气氛不好而已 因为大盘创高 大盘在创高 20933 而且是用跳空的 但是OTC今天 表现得稍微有点疲乱 怎么拉着台积电在出货 这就是我所不喜欢的现象 我当初说过了 雷老板认为 如果要拼选股拼震荡 就是会在这几根大黑K的区间里面 来回去震荡 所以假设这是一个多头震荡棚的话 你很有可能到这里你才想卖 同学 那你要小心 你可能又卖在低点 你什么动作都要提钱 这是最难的地方 接下来 会员跟着我最难的地方是 你什么动作都要提钱 获利你可能要提钱 停损你可能要提钱 同学 你会说雷老板不是有一套几率吗 纪律就是存矩 就是你已经预测这些接下来是震荡盘了 你如果都要等到区间的底或区间的高 你才去做突破或卖出 这个盘你会被扒到 失去人生方向 OK你相信我 好不好 所以我们之后透过不断的 雷老板带走我的会员 不断的去调整我的 投资组合 我们回到刚刚嘛 那个医生 他介绍我去买房子嘛 对不对 那医生也常讲啦 他虽然他也觉得他从小读书都很聪明 但是他最后他做投资做中短期的就没有很强 所以他买房子他OK 他做一些很长期的医学的股票他OK 但中短期的他就觉得不OK 所以他就喜欢跟我讨论嘛 所以你看我的会员都是这种的 那我会希望把我的会员独自升级 你们不要独自升级了 我会带着里面一起升级 我们要把越遇到越来越多的面向 好同学 那我营键这里大概讲的差不多 因为我营键接下来要看的就是 明天他到底会怎么样嘛 我接下来跟你讲重电 哇同学今天重电非常惨 对不对 我这一次进去哦 雷老板来我先跟你讲哦 雷老板这一根的时候打了一点哦 我趁他隔天回档我有打哦 再下来红黑底部我再打 我想说你这个区间都这么久了 哎啪很抱歉营收开出来 四月份的营收中兴电市电花城 营收都没有比上个月高 哎大家不开心了 再加上市场上说 哎可能订单没有那么缺了 对不对 我是不太相信啦 我讲过了 但是我尊重市场 好竟然我短线在这里抢攻失败 对不对 他破这个平台我一定会走 但破这个平台有两种走法 一是一早开盘你就走 二是观察十点半之后 两招交完了 今天很多人来问我 好那所以同学 如果出在这里就是会受到情绪的影响 雷老板早上有没有受到一些情绪的影响 有我也受到情绪的影响 我撑不到这里 如果撑到这里 我们就来讨论说 要不要卡 那个怎么样 要不要出掉 好那为什么撑不到 因为呢 如果我当初在这里抓十%的停损 我如果是两笔单都接在下面一点 区间底部 我在这个盘我更保守 那我今天可以忍过十点半 但没有办法 我今天就接的比较高 OK 所以呢 包括我的中心电 虽然说中心电虽然是忍到十点半附近 但同学我要跟大家讲的是 因为他连季线都跌破了 你再跌下去很多人会跟你说中心电很便宜 我也知道也没有错 我可能也卖飞 但是呢同学我必须跟你讲 我当初是在这一段这个平台上进攻的 对不对 我认为这一根是主力成本嘛 我们买在191嘛 我都已经守人一两次了 好我要嘛这里再破这个平台之后 我就要走第一次 我没有 我认为我要守区间平台下游 我又守一次了 结果又失败了 所以今天我说势必得出了 基本面这时候已经很难抵短线的群绪面了 我要保留的是我身上的资金跟子弹 我掐口袋一算 这一波重电可能跟海运稍微打平 或者是再小赔一点 我还可以接受 所以我避免损失扩大 你要知道我雷老板跟一般的人最大财富是 散户会让自己的损失无限的扩大下去 无限 他会说基本面很好 我要报到底 基本面我要报到底 可是今天真的是基本面很好开始反弹的时候 他又抱不住了 所以我必须讲 今天我自己重 我自己摘 191这里 大概守了10%分两批 17几的时候出一次 中心电为例 今天大概170的附近 就是我原本守停顺点的地方 我再出一次 2比加起来大概就10% 就是我这一次给重电的机会 再多没有了 没有办法 OK 出错也没有关系了 谁叫我当初没有用低挂的 我当初是这里 我认为重电整理了一个多月 我认为会需要进攻嘛 所以我去进攻了嘛 所以 同学如果我这里不敢打 我一堆股票都不能打 我必须跟你说 来 我这一根如果不敢打 或隔天开盘我不敢打 那我前面教你的东西都是骗你的 我一堆股票不能打 我对我看好的东西 除非我这一次就是说 我觉得其他的类股都比重电好 重电miss掉没关系 我手头上的股票部位已经够了 我可以错过重电没关系 但是如果没有 我觉得我这里打一点错都没有 我检讨两件事情 第一个是 我应该在这里可以出第一次了 因为这里在裸盘的时候附近的时候 裸盘在这里也已经不好了 这是雷老板 老板会检讨的 同学雷老板会检讨的 但是我认为说 如果他跌到这里 让我的总部位赔相对1%来讲 我常常会用总部位 对不对 那如果总部位来讲赔10% 我大概总资产赔1% 我可以接受 同学我可以接受 好 那今天就是因为 因为他开盘是用跳空下去的 真的是很快 所以到我call信出去的时候 大概也是这个位置 好 所以雷老板就把我当时的做法讲给你听 那你会不会说 雷老板你不觉得170几的中心店 160几的中心店很便宜吗 说实在的 如果你从基本面来看的话 相对于其他的华城跟市店 确实今年赚8块 因为第一季公布了2点多块 第一季已经公布了 2点多块 如果接下来每季营收差不多 你去乘一下 你说20倍以下会很贵吗 说实在也不会 但你们不要忘了 中心店也曾经本一笔就有10倍 东西你们是又忘记了 我当初带你们看50块的中心店的时候 那时候就说他赚6块多了 五加在50几吗 年初去年底我带你看中心店的时候 我跟你说他可能赚8到10块 可是股价就在8、90啊 对不对 不是就10倍 11、12倍而已 所以气氛不好 你们现在终于相信了 气氛不好的时候修的是什么 修的是本益笔 中心店获利有没有被修 没有被修 怎么修 修也修不到哪里去啊 月营收出来少5%而已 是要修什么 对不对 可是中心店的本益笔 华城市店本益笔 现在是不是在被修 是在被修啊 好 那你既然没有办法掌控市场上对 这一个气氛的氛围 你又已经抓好你原本预先的停损的范围 那今天你已经知道气氛不好了 又到了你可以忍受的范围了 你不能让自己直接受致命伤 同学 练等打怪的过程 可以让自己受擦伤 不要让人家一键打到你的要害 为什么要先想好停损 就是那个地方打不死我 杀不死我 你踩说过杀不死我的必怎样 必使我更强大 对不对 我们以后有没有机会可以打来 我可能错过了 可能要真的160几 又谈到180几 但是如果你在这里整理得很漂亮 未来再一次这样 中心店假设到那时候 又出现一个这样的平台 然后未来的EPS又已经到明年 又上修了 我能不能再打回来 可以 就是我这次的进攻失败而已 你们永远都要记得 在股票市场 进攻 防守 撤退 进攻 防守 撤退 有时候是撤退 防守 进攻 就是这样而已 把这些事情做到内化 好不好 做久你就会强 跟重训一样 训练 八下 放下 休息 训练 八下 放下 休息 一个月后 加重 再训练 放下 休息 都会是做一样的事情 三个月后 重量再增上去 四个月后 所以我当初就跟你们讲过了 你们在做任何股票 你们获利想要报的比人家长 不会是一档股票 就说我压100% 然后直接涨三倍 你们没有这种实力 同学相信我 雷老板一开始也没有这种实力 你们永远都是从一档股票压10% 20%开始 然后呢 慢慢的获利报20% 30% 40% 我之所以之前能报 带你们 报一些股票50% 100% 那是因为我用我的功力加持力了 但你们回想 如果没有我这个顾问 你们报得到那时候吗 报不到 绝对报不到 OK 好不好 你们不用在这里想 营件获利回赌多少了 因为你们连营件后面这段 整理完再上去的 你都报不到 我讲一个说实在的 光中宫在这里有多少人问我 14块多 有多少人问我说 为什么不出 为什么不在上面出 你们在这里下来又问我一次吗 对不对 啊 你们在这里都出光了 你们根本不用理后面这一段了 这一段跟你无关了 啊这里是一堆人出 哇 破月线了 破什么线了 全出了 这里有没有一堆人出 啊出了 好 你们在那里出了 你们还会去买其他营件骨吗 不敢 对吧 所以呢 如果不是我在这里强力加持你之下 同学我再次请你考量哦 四五月的环境有多艰难 不要再用不理性来跟那老板对话了 OK 当然我也还没有遇到啦 除了店长以前东东西那次比较不理性 你就说这里报大量上影线没有了啦 你那里出掉之后 后面这里的获利回吐也跟你无关了 就算获利回吐到这里 这里还是比你当初出掉南港多啦 做人客观啦 同学做人客观啦 在看到这一根报量上影线之前 你就跑光了啦 甚至呢不用啦 这根长红之前压回来 我叫你们加码接你们都不敢啦 这里也跑光啦 这里就跑光了啦 这个后面都不用理了啦 不用讲后面这一段 所以同学 我们是要慢慢升级上去的 所以我今天把银剑跟重垫的例子都讲给你听 重垫就是避免自己不要受大伤 银剑就是找一个有理的依据 我认为那个地方反弹 在他反弹的当下 我开始去做调节持股 假设他真的反弹成功了 我这一次要报什么银剑鼓上去 那就是我今天做的动作 OK吗 或者是说在他反弹之前 我先出一些的走 换去海运 这也是一个动作 为什么 我希望他这次反弹的时候 我手上的银剑不要这么多了 为什么 好假设你的想法是 你觉得未来的银剑也不会再走那么一大波了 因为从年初走到现在了 好不好 三月多走到现在了 那你觉得你这一段很多股票已经涨四五十%了 未来你觉得反弹也是多把这十几%弹回来而已 这个时候你要换一些去其他海运 换去散装 我们意见呢 因为你老板有做这个动作 对不对 我们最重要的是能一直赚钱 但是不是要赚那个一%两%的 赚一%两%是不得已的 为什么 那很有可能是获利 冲出去15%回来的很快 这样子好不好 但是呢 我们不可能冲出去100%回来收一%吧 这个就不合理了 OK 你要听懂雷老板这些布局 所以你在做股票的时候 雷老板强烈的监理 手上绝对不能只有两档以内的股票 或三档以内 真的不够 你不要想要贪心发大财 尤其是一开始 好 那蠢龙行呢 这个也是雷老板 接下来观察重点 所以我跟你讲 光光 飞航 还有海运 这个呢 雷老板到时候要走都不会恋战的 我现在有一个很大的原则 就是这三个系列我不想赔钱 那如果我不想赔钱 四五六月真的是 像现在的大盘这么难做 我活下来了 那我就可以祈祷 后面很多电子股 有行情 让我来做 OK 而且有一些电子股 我没有做到 对不对 好 那我接下来看一下 今天有什么事情 一定要跟大家讲的 今天有法说 华硕中诸华下 明天有红海 明天有红海的法说 台湾大哥大致没有很重要了 那今天外资是买的 你感受得到外资在买吗 同学 感受不到 成交量的排行 阳明长龙行 所以同学 你觉得我刚讲的很精彩 你又想要把它收得很好 你还在问我一刀流了 我只能跟你说 五月二十七号这个课程 还有四月的课程 你先买起来 我们四月的线上课程有卖 你等不及的 我知道很多人等不及 所以五月等不及 你就先来上四月的 好不好 看完 再来看五月的 说不定会看到两个产业 我拿着不同的例子来 好不好 那像很多人 像老板明天早上要接受 那个周刊的访问 我那一家算最大的 他要访问 他说你有没有低级报 我什么想法 我说我明天可以跟你讲 但是我能不能全部跟你讲 不会 我一定会把 我大部分想讲的内容 留在我五月二十五号的课程 好不好 所以五月二十五号课程 如果觉得老板刚刚讲的很有意思的 那你一刀留那个你就再去看前面的重播 波斯坦就好了 好 今天成交量排名 阳明 长龙行 华行 一瞬间 雷老板 大概 不好意思 大概四月底在看的股票 现在成交量又再度变成第一名了 对不对 就这么有趣 好不好 好 那营收创历史新高 创十年高的 这一些资料 你说我会员的 还有日报会员的 十年新高的 你一定要领走 没有拿到的要记得来领 好不好 好 那接下来六月份 小编今天有提醒我 有Computex展 会不会带动一下电子 因为黄仁勋要来咯 好像又没有特别看到这个对不对 好 有人说它是一个小散户 突然间要来开始回答大家问题了 那要怎么样走到轮动题材 你问的这些问题都非常有趣 我不可能在直播 我没有办法在直播跟你讲这么多 但是你可以从我这一两个礼拜的直播 你就可以学到很多你想要问的问题了 找股票 包括四月跟五月的课程 你也可以提到 所以同学 我整 你这个人 你 你这位同学你想要找到说 你说他的心态我相信很多人啊 我看到新闻的时候已经喷出去 那怎么办 所以要我的技术分析跟螺盘嘛 对不对 我很多股票 像我的阳敏一刀柳 我的长龙一刀柳 你那时候 找到阳敏就会找到万海了啊 就看你要不要啊 就符合二刀柳了 所以这一些东西技术线乖理 不知道要不要冲进去 这个你就 课程里面都有解释了 好大同就跟重店一样哦 开出来的营收 可能大家也没有这么满意 今天是重店族群整个回答 那我们会不会卖在相对的低点 有可能 但是没有办法 我有一个更强的原则 就是他已经达到了观察价了 他达到了观察价之后呢 整个市场上的气氛又没有到非常好 所以呢 我只能怎样 我只能边走边看哦 先做调节哦 好 感谢有料的帅帅的老板 太有料了 上个礼拜五 27分56秒这一段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来哦 这我的留言都是开放的 所以很多人都会来留 进步天天操练 雷老板观念都讲在前面 不是一般分析师 不去试后论找理由 非常高兴显现 好 302微墙店 这个是不是一刀流 再问我一刀流了 麻烦看我课程 或者是我刚刚的boss time 想问帅帅雷老板 为什么今天玉米会慢慢下去 甚至变成绿的 同学 这种一天的东西 我是很难 很难跟你讲的 我要问你的同时是 那为什么2605 其他股票没有翻黑 对不对 没有翻到盘下 还是撑着 早上就是跟着杨敏 杨敏的气氛好 资金都去杨敏了 都去海运了 都去望海 去长龙 来锁相对一样 因为大部分会把它当成一挂的 他们就会觉得说 没有更多余的资金来锁 因为今天成交量第一名的 就是货柜航运 盘中杨敏那些在打开的时候 这边人就会更加害怕 所以他就不会用资金去拱 你要知道 不要怕当冲跟隔日冲 他是标股的基因 日电在涨200到300关 那一段的时候 市电 他每一天的当冲都过五成 所以这个问题 我短时间没有办法回答你 我能回答你的就是说 我当初找的成本还不错 我大概是印在这边吧 那他后续怎么走 如果外资转卖了 像你看这个就要注意一下 外资有开始转卖 那投信不续买了 那是不是我就可以做一个 波段的小获利了解 这里 仍有波段的 挡幅 我觉得都要知足 同学 我最后在那里看一下 今天大盘长这样 这是大盘创新高 台积电819块 世界先进 这些都涨 大盘创新高 设备股一堆再跌5% 检测股不行 AI股一半一半 前几天之前帽轮 涨上去一根又下来了 这些AI股 涨最多就清晨而已 台西设计 今天世新还是在跌 他创意有小涨 高价股 这都我在看的吗 你觉得今天是大盘过高的气氛吗 你觉得创意赚意他很多 对对对 杨生新看他前面跌多少 所以今天到底有什么大盘气氛 有过高 你觉得很好抓 我就问大家 来上市类股 的类股 这大盘过高 都绿的 也有红的啦 航运 其他不用看 今天还有一个橡胶 所以硕化可能可以看一下 但怎么一堆绿的 这就是我要问大家的了 你觉得今天很好做吗 记忆体前两天最强的 今天全部跌了 群年是一架跳空 群年是一架跳空 你这里涨了一个月 这里涨了快一个月 群年 大盘过高 群年这种电子股大挡IC 记忆体IC 一升下来 两天三天 直接把过去一个多月的涨幅 全部吃掉 你跟我说很好做 我不相信 我真的不相信 好不好 同学 如果你群年是买在上面的 直接20% 你群年是买在这附近的 跳空上来再买的 今天也是10% 你跳空上来这附近才买的 今天也是跌10% 所以同学 没有那么好做 你相信我 一定要有人带着你做 我 最大的责任就是至少带着大家 我不敢讲下半年怎么样 现在很少人跟你讲 下半年的行情怎么样 四五六月我们先活着 我们四五六月先活着 同学你相信我 你跟着我就是四五六月 我们先活着好不好 好好 趁这个时候大家在哀好的时候 你身上还有一点资金 你身上 这个时候就是别人可以输你的时候 你这时候还可以出来学习 你赢多少人 所以四五六月 你好好把握 这是一个拉出来关键 2020年那个大家都会赚钱的 你会突然觉得自己跟身边的人 没有什么好拉出的哦 好像买什么都会赚嘛 我干嘛要问你 四五六月 大家来比一下 第一个 先比不要 比有没有比别人少赔 第二个比 有没有不赔 第三个比 有没有小赚 大赚 先不要想那么多 先看这一波 赢建指数 我没有反弹 好不好 那我都教你了哦 所以呢 我希望五月份的时候 我会看到你 因为只有认真的你 天天操练的你 才值得拥有度过四五六月的危机 不是我在唬你 事实在这里 大盘创高 一堆股票 还在破底 不合理 你想要活下去吗 五月见 好不好 好 今天节目到这边哦 投资不迷路 老板帮你过 中文老板 明天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